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以枝硝酸甲 在0度C、20度C、40度C水中 溶解度的話 0度C是100公克可以溶解11克 然後20度C的話100克的水可以溶解20克 40度C的話100克的水可以溶解60克 現在它說有4杯燒杯加1瓶杯4杯 裡面都有50公克的水 它的水溫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 所加硝酸甲的質量 如這個表 那麼回答下一個問題 好我們現在來看 現在它只有50克的水 所以它的寶容易 我們把它稍微 寫一下 這是50克的水 它可以溶解到5.5克 這是50克的水 那這個的話 是可以溶解10克 50克的水 這個溶解30克 這是50克的水 所以的話 這個的話沒有超過了 這個沒有超過 我們把寶容液的話 這個沒有超過 我把它打岔好了 然後這個的話 剛好是寶容液 剛好的話呢 我把它 打個打勾好了 這個是剛好是寶容液 然後的話 這個是40度C 剛好30克 完全溶解 這個是寶容液 然後這個的話 它是過量的 過量 所以它 它會有剩什麼呢 會剩那個 剩多少 剩40 減 30 還有10克 它會剩10克的硝酸酒 這個飽了以後 而且還有剩下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它問什麼 我們看 第一小題 加熱使水溫上升 夏淚哪一邊水溶液的濃度會增加 濃度會增加的話 就是這個 因為它還有剩下 你溫度增加的話 它剩下10克還會繼續溶解 所以這個濃度會增加 其他都不會 其他的話 這個剛好寶容液 因為它沒有剩下 你記憶給人家溫度增高的話 它不會有多餘的溶子 繼續溶解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丁 應該選丁 所以應該選丁 看看 第二小題 下淚哪一杯水溶液水溫下降到20度C 加一丁丁四杯水溶液中 有哪幾杯硝酸加水溶液是 保溶液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也是 而且它還有剩下 所以應該是 以丁丁 以丁丁 所以應該要選丁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下淚哪一杯水溶液水溫下降到20度C 沒有硝酸加 菁底酥 菁底酥 好 那你如果把它給降溫降到什麼呢 降到那個0度C 0度C的時候 它可以溶解什麼呢 5.5克 可以溶解5.5克 所以的話 所以這個不會有吸出 沒有硝酸加的吸出 這個沒有 這個0度C的話 可以溶解5.5克 但是它只有5克 所以不會吸出 這甲不會吸出 所以我們 甲不會吸出 然後這個的話 我給它溫度降到0度C 降到0度C 它只能溶解5.5克 所以它會有吸出 這甲不會有吸出 或是說這個沒有吸出的話 我把它打散 這個有吸出的話 我把它打勾 那這個你溫度下降到 這下降到0度 這下降到20度 下到20度的話 它只能溶解10克 所以它會有10克吸出 所以也會有吸出 那這個的話 它當然會吸出 所以的話沒有吸出的就是甲 甲它沒有吸出 甲杯沒有吸出 所以第3題應該要選擇 再看第4小題 現在哪一杯水容易加入10公克 同溫度的水 軟軟的微飽和容易 加入10公克的水 軟軟微飽和容易 加入10公克的水 喔它是加入水 加入水的時候的話 就變成60克的水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變成什麼呢 你加入水的話 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的話 這個只是剛剛好保護 剛剛好保護 所以你把水加進去的話 它就 就不是保護容易了 這個本來就不是保護容易了 所以你加水以後的話 它濃度會降低 這三邊濃度都會降低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的話 你再給它加入10克的水 你加入10克的水的話 它可以再 溶解6克 再溶解10克 也就是說 這剩下的10克 你再加10克的水的話 它可以再溶解10克 再溶解10克的話 所以它還有4克還沒有溶解 所以它還是保護容易 所以丁這一杯還是保護容易 你再給它加10克的水 它還是保護容易 所以應該選低 第四體應該選低 其他的話 你都會被稀釋 這一杯的話 沒有保護嘛 所以它 溶度會被稀釋 這一杯剛剛好是保護啊 你再給它加水的話 它就不是保護了 這個也會 這個的話 溶度也會降低 只有這個溶度不會降低 因為它還有剩下什麼呢 剩下溶子 它還可以再溶解6克 這個時候的話 最後剩下4克 所以D字小題應該要選低